崔爱民大使 亲爱的各位乔里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2022年线上春节招待会 现在开始 我是驻瑞典使馆参赞张建娇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今天招待会的社团 他们是斯德哥尔摩华驻中心 瑞典华人总会 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 瑞京华人协会 瑞典华人联合会 青田同乡会 北欧国际交流协会 瑞典华商会 天津人同乡会 上海联谊会 安徽科技商业协会 两湖同乡会 北京同乡联谊会 欧洲同乡会 北欧海联谊协会 哥德宝华人艺术华夏协会 哥德宝艺术之桥 哥德宝华人华侨学生学者联谊会 北欧华人协会 斯莫典华人协会 韦斯特罗斯华人协会 俄勒布鲁华人协会 中欧文化协会 北欧绿色邮报网 北欧华人报社 北欧国际新闻中心 北欧科技发展协会 北欧时报社 瑞典教科文协会 瑞典华人餐饮协会 瑞中企业家协会 瑞典北京商会 瑞典中文学校 瑞典中文母语教育协会 思源文化协会 瑞典华人哀乐乐团 路德维卡华人协会 乌普萨拉周末中文学校 瑞典青田公安景桥 驿站服务中心 斯德哥尔摩佛光会 欢迎大家的到来 首先请中国驻瑞典大使 崔爱民阁下讲话 亲爱的乔胞们 很高兴和大家在云端相聚 共迎新春佳节 首先 我仅代表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和驻哥德堡宗宁馆 向所有旅瑞交华人拜年 祝大家虎年大吉